原标题 明国著名学者,也是一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,与著名作家老史,鲁迅等人关系不错,姚文元也算是紫城副业,自小喜欢文学创作,拥有不错的文笔功底。 解放出,姚文元在上海卢湾区宣传播工作,1955年初,他在文艺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反应很好,还引起张春桥的注意。 张当时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,不久在张社长帮助下,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重头文章。 这样一来,姚文元不但在上海出了名,在全国也成了名人,后来也引起主席的注意。 在1957年一次谈话中,主席还专门提到了姚文元,不久后还专门接见了他。 此后姚文元评补清云,历任上海宣传部部长,上海市委书记,后来还调入中央工作。 1976年10月,被隔离审查,撤销一切职务。 1981年判刑二十年,1996年刑满市放后,在浙江湖州安度晚年,2005年12月23日定市。 姚文元夫人叫做金英,生于1933年,当年两人是楼湾区宣传部的同事。 姚文元长相一般,金英最初没有对他有过多注意,直到他后来成为名人后,才开始关注他。 最终两人走到一起,展开全文姚文元被捕后,金英就带着孩子回到上海,住在楼湾区移动普通的居民楼中。 金英的身体一直不太好,还要照料几个孩子,所以常年休病假。 1996年8月,劳累过度的金英病时,一个月后,姚文元刑满市放,回到家,却得到妻子去世的噩耗。 后来,他在妻子墓碑上,刻有自己所作的蝶恋花,表达夫妻相爱之情。 两人育有三个女儿,姚文元出狱时,长女姚金红已经成家了,但小女儿还在上学。 于是,姚文元肩负起家庭的重担,不过此时,每月还有政府所给的补助,生活压力上还算可以承受。 多年后,二女儿姚立群和小女儿姚继红,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,虽然都不是大富大贵之家,但普普通通的生活也是很幸福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